这名血族公主无视种族禁忌 跟狼人努力为爱X 过后却遭到吸血鬼族最严酷的惩罚 狼人奴隶悲愤之下成为狼王 发誓要为爱人报仇血恨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魔幻动作电影《黑夜传说》 狼族崛起 自狼族与血族两大种族诞生以来 已经进行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战争 血族有拥有谋建立一方国土 狼族则世杀成性 丝毫没有智力可言 因受狼人十足威廉影响 这群野狼并没有变成人形的能力 直到许多年后的一天 一只母狼竟然产下一个人类幼崽 准确点说是有着人类外表的狼人幼崽 此时正值血族长老维克托执政时期 他本意想着直接解决这个孩子 但出于好奇并没有动手 因为他也想看看 这个新物种到底能成长到什么程度 多年以后狼人幼崽已经长大 他就是狼人族之后的首领路西安 路西安有着普通狼族所不具备的优势 智商报表站立强横 能够稳定控制自身情绪 随意切换狼与人双重形态 如此优良基因 维克托自然不会放过 接着便利用原始种族的传染性 让路西安咬伤人类奴隶 制造出更多的狼人为其打工 白天看守城池防止狼族入侵 晚上则化身成打工人干脏活 只有路西安的工作还算体面 一个会制造武器的铁匠 为防止他们私自变身引发霍乱 利用狼族怕银的弱点 给每个狼人带上银刺向圈 只要变身就会被刺穿喉咙 这段时间 狼人处于被奴役的时代 这天 一个铠甲骑士被狼族追击 城池守卫迅速射尖掩护 无奈 野狼攻势凶猛且阻击效果并不大 关键时刻 路西安霸起出手 搜搜两件轻松帮骑士解决困境 对方脱下头盔露出鹰气面旁 正是维克托的女儿索尼亚 对于路西安的出手相救 他没有任何感激之情 毕竟奴隶就该有奴隶的样子 不过 按照真相定律 越是嘴硬的人到最后就陷得越深 血族天生高贵 制度严谨 除了保障自身族群的生活所需 他们还与人类贵族有所往来 血族负责保护人类 避免遭受狼族袭击 人类则为血族提供钱财和人类奴隶 但随着狼族日益见大 这个平衡也即将被打破 为此 维克托召开了商讨会议 可身为议员的索尼亚却没有出现 这种事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维克托曾数次告诫过女儿 且有意培养她成为长老 奈何 索尼亚天生放荡不羁爱自由 仍旧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泼烂模样 果然 没有人能逃过真相定律 想着今后的苦逼生活 路西安已经有了逃跑意向 她偷偷打造了一枚项券钥匙 并问寻索尼亚会不会和她远走高飞 但伟大的情感哲学家顾里曾说过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 血族的规矩与束缚 迫使索尼亚根本没有选择权利 两人并不知道 他们的地下恋情已经被人发现了 对方就是第二步中的史学家 他没有将此事告知为何托 史学家明白机会很重要 也许这件事就是他升迁的重要一步 夜幕降临 人类又为血族送来一批奴隶 索尼亚负责这次护送任务 他们没有察觉到事先伏击的狼族 等到发现时已然为时已晚 打战期间 一个黑人奴隶神用无比 协助索尼亚暂时抵住狼族攻势 但他们的数量太多了 为难之际 有所察觉的路西安终于杀到 可惜仍旧于是无补 情绩之下 路西安只得打开项圈变身狼人 这一幕直接震慑了所有人 包括暴虐的狼族 实力或是血脉上的压制 终于让狼族感到威胁 兴兴离开 不料狼群刚走 路西安突然就被引剑射中 变回人形 是维克托带人赶来了 路西安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 私自打开项圈就是找死 即便为了救人也不行 回到城池 路西安挨了30边形 整个后背被打得劈开肉绽 虽然这种伤势对他造不成什么影响 但此举无一激怒了路西安 牢房内奴隶大黑尽自己所能 简单照料了一下路西安 等他醒来 两人自来熟的攀谈起来 大黑与其他奴隶不同 他惧怕路西安却不害怕狼族 因为在其眼里 路西安简直就是YYDS 而在之后的战争中 他也如愿成为路西安的得力帮手 看着同族因一碗猪食大打出手 路西安终于暴怒 凭什么他们就要低人一等 凭什么他们要任人宰割 选择可以被创造 自由也必然会实现 一番激情演讲 所有狼人全部动容 看来一场大战终将在所难免 仿佛猜到路西安会叛变 维克托便告知索尼亚 他决定除此对方 重新选出一个狼人领袖 索尼亚天后险些自乱方存 他压抑住心中不安 私下找上史学家 这时索尼亚才得知 恋情已被对方知晓 史学家也不磨叽 表明自己对理事会议员有想法 无奈资历不够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史学家帮助路西安逃离监狱 索尼亚则卸任议员有他寄人 临别前索尼亚找上路西安 将所知消息和逃完路线告诉了他 计划若成功 两人三日后再相见 与此同时 以大黑为首的人类奴隶 也全被感染变成了狼人 路西安索性直接将一伙人招安 计划好撤退方案 然后解开项圈摇死守卫 一场反叛起义就此上演 监狱守卫很快就被中狼解决 但外面的穴位却成了难题 他们拥有精致的强力重弧 一顿乱射就让起义大军死伤惨重 最后只有路西安等少量狼人逃亡成功 恰好此时朝阳升起 维克多愤怒难耐 却又无可奈何 逃到森林外面 路西安明白 要想向血族复仇 还需从长计议 仅凭他们几人可远远不够 于是接下来的计划就是解救人类奴隶 扩充队伍 愿意跟随他去讨伐血族的人 还能被铜化成狼人获得永生 之后 路西安又来到野狼人生存的地方 一番激励动员 再次成功招安 如今只需等到与索尼亚碰头 这只大军就可以行动了 而另一边的维克多在勘察时 也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他笃定 路西安能够出逃 一定有人帮助 叫来索尼亚试探性的问了一些问题 索尼亚不愧是维克多的女儿 撒起晃来脸不红心不跳 没办法 维克多只能动用能力了 他一口咬住索尼亚 通过血液获得了索尼亚的记忆 得知索尼亚竟敢和路西安私混 直接一个大逼斗扇飞了他 血族身份高贵 狼人血脉低贱 两族不能相容也不可能相容 索尼亚无疑触犯了大忌 为了彻底铲除路西安将丑事掩盖 维克多想出一招引狼入室 他让女儿的侍女找上对方 并告知索尼亚此刻有生命危险 即便明知这是个圈套 路西安也只能选择前往 再将统帅大军的任务交给大黑 便一人上了路 路西安对周边环境比较熟悉 所以每一会儿他就顺着地道 轻松溜进索尼亚的房间 时间紧迫 两人迅速向外逃亡 却不知 维克多等的就是这个时机 他派人向地道内扔下油桶 成功把两人逼了出来 混战期间 路西安不慎被中轨制服 为了帮男友争得一线生机 索尼亚对老爹使出了终极杀招 我怀了他的孩子 这下好了 维克多本想偷偷掩盖此事 现在却闹得人尽皆知 即使他身为血族长老 但颜面这一关终是死局 打战过后 苦面鸳鸯被带到理事厅 将由一员决定两人的命运 路西安必须死不用多说 没想到对索尼亚的审判 竟然同样全部通过 他终究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代价 这种情况 维克多也保不住他 此行室内 索尼亚被吊在一根立柱上 穴位先是把路西安打个半死 让他感受扎心之痛 接着打开垫顶一角 直接用日光把他晒成了黑炭 此时的维克多同样无法平复丧女之痛 夜幕降临 圆圆生起 维克多取下女儿带着的吊坠 准备将路西安以并处死 不曾想 路西安化悲痛为力量 竟然逼出引箭头变身狼人 然后强奏吊坠跳窗逃跑 外面血位众多 立刻将之包围 困境之下 路西安艰难爬上城墙 悲愤仰天怒吼 向外面的狼人大军发出信号 不过片刻功夫 狼人大军就冲进了血族领地 这种大规模战役中 重弩的优势已然不在 狼人们急急冲上城墙 开持血行杀戮报复血族 路西安被大黑相救 但他没有耽误时间 而是让其尽快去释放监狱里的同胞 混战愈演愈烈 血族节节败退 在维克托的命令下 使学家带上三大长老的棺材先行逃脱 自己则穿戴铠甲准备迎战 不料刚一露头就被路西安死死盯住 然后他竟然跑了 路西安一路紧追与其展开大战 双方交战三百回合 未分胜负 维克托直想着逃跑毫无战意 本意想跳进洞井离开 却被路西安一下弄坏洞顶 炙热的日光让他动弹不得 最终被对方一剑封喉 调入暗河 而此时外面的狼人大军 同样覆灭血族取得胜利 众人齐呼先王大名 狼人永不为奴 镜头一转 某处海域的一艘大船上 重伤的维克托并没有死 而是被使学家相救 躺进立冠进入了休眠 黑夜传说狼族崛起 上映于2009年 从故事背景上来看 应该属于黑夜系列的前传 因为与前两部有所关联 所以并未感觉到太多惊喜 好在质量仍未持在相当水准 鬼狼相爱的禁忌之恋 引发一场狼人奴隶解放运动 为自由而战 为爱而战 算是一部较为不错的 商业爆米花影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